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来这边修禅 有时候我们坐禅 有时候走禅 你们知道走禅跟走路有什么不一样 我看很多人在走禅的时候 他不是在走禅 他是在走路 其实走路我们不用学的 我们每天都在走 但是行禅或是走禅就要学了 很多人在行禅的时候边走边想 边走边想 想明天的事情 想后天的事情 等下想想了又去看必报 那个叫走路 这个不叫走禅 明白吗 走禅就是每一个步伐你都清清楚楚 活在当下 心送出去的时候拉回来 这个才叫做 培医顺略我们的心 假如我们在走禅的时候 是边走边想 想到过去 想到未来 那平时你在走路也是这样 那个叫走禅 不是走禅 那走走走 等下你就去看必报 看了必报又回来 把刚才看东西拿来想想 想想 边走边想 这个叫走路了 不叫走禅 这个不用训练 平时你都会走 小孩子也会走 所以我们走禅呢 我们要记得每一个步伐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当我们走的时候 有时候心跑掉了 去想其他东西 一察觉拉回来 拉回到哪里 拉回到我们的步伐 每一个步伐清清楚楚 修禅最重要的是 顺利我们的心 活在当下 当下正在呈现的现象 我们知道清清楚楚 心不要往外跑 我们的心一直向来 一直往外跑 往外跑 所以我们心很乱 所以我们在行禅 或是走禅的时候 要把心拉回来 拉回来到我们 身跟心里面 看正在发生 在我们身心里面 发生些什么事情 走掉就拉回来 走掉就拉回来 这个才叫行之的训练 那假如他走掉 你任由他走 去到美国 去到中国 任由他到处去 那个走路没有两样了 你行世上你是在走禅 走来走去很静静 不断的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其实你是在走路 不是在走禅 所以我们知道 走路跟行禅是两回事 走路不用学的 每个人都会了 你们已经走了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五十多年 六十多年了 天天你们都在走 这个不用学的 但是我们走禅 就要学的 走禅就是要 时时刻刻 知道你在做些什么 每个步伐 清清楚楚 转身知道转身 提起知道提起 推前知道推前 踏下去知道踏下去 当我们的心跑掉了 直到拉回来 跑掉了 拉回来 跑掉了 这个叫训练 一直训练我们的心 回到当下 回到当下 正在做些什么 回到你当下的目标 这就是走禅的目标 走禅也是这样 也是要回到当下的目标 不是一直坐在那边 东想西想 东想西想 你平时坐在那边 也是东想西想的 对吗 你平时坐在那边 也是东想西想 坐禅我们要做直直 平时你坐在那边 给他喜欢怎样做 就给他怎样做 现在我们不是 我们坐直 腰一弯下来 直到挺上来 弯下来直到挺上来 头一垂下来直到挺上 这个在顺利我们的身跟心 我们注意我们的呼吸 注意注意注意 所以跑掉了直到拉回来 跑掉了拉回来 跑掉了拉回来 回到当下 就是顺利我们的心活在当下 清清楚楚 这个才叫做做禅 假如你坐在那边的时候 也是想这个人为什么他骂我 那个人为什么他骂我 这个人为什么他的态度这样 那个人为什么他的态度这样 那我们是在坐着不是在坐禅 坐着你不用学的 每天我们都坐在那边想东想西 对吗 所以我们现在来坐禅 要注意了 最主要就是活在当下 不要让这个心到处跑 知道他跑掉了 拉回来 跑掉拉回来 跑掉拉回来 顺利我们的精神能够集中 假如我们能够集中我们的精神 也知道清清楚楚当下 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假如训练久了 怕有力 你要发脾气 你马上知道了 你要生气 你马上知道了 那假如我们只是坐着跟走路的话 那当人家讲一句话 你不喜欢听 你就反应了 就大大声骂了 看到不喜欢的东西 你就大大声喊了 这个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在训练我们的心 假如真正平时你坐禅 跟走禅 你有真正在训练 平时你要生气 你会很快知道 很快知道 这个觉察到我们的生气 克制那个群绪 所以我们学禅的人 假如学得对的话 肯定你的个性会改变的 假如你学得不对呢 是在学走路 你是在天天在走路跟坐着的话 那肯定不会进步 那假如你是在学 行禅跟坐禅 那肯定会进步 所以我们一直要训练这个心 跑掉就拉回来 跑掉就拉回来 还有刚才水英有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痛来的时候要怎么办 假如痛来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专注在呼吸上 你不去理会这个痛 你可以做得到的话 那你继续做 专注在呼吸上 不受这个痛干扰 那假如痛很明显的话 已经不能够再集中在呼吸 你回来关痛 看那个痛 不要把痛当真是我 看那个痛 我们在关这个痛的时候 心尽量不要让这个心 升起不喜欢的心 以一颗接受的心去关这个痛 痛是脚在痛 而不是我在痛 假如你认为你在痛的话 这个脚的痛痛到你的心来 你可以看到它的差别很大 那假如你在关这个脚在痛 脚是它在痛 不是你在痛 你可以看到痛 只局限在那个痛的部分那边 它不会干扰你的心 那假如有时候痛 痛到很激烈 你不能够克制 那你可以改换脚 但是没有到达那个程度 尽量不要随便改换 这样有它的好处 第一,在训练你的忍耐力 你的忍辱 第一,训练你的耐力 面对痛的时候 训练你的耐力 第二,训练你的意志力 时间不到,不改换 训练你的意志力坚持到底 第三,让你看到这个身体的实相 身体做酒一定痛 走酒也是痛 汤酒也是痛 蘸酒也是痛 你看到这个身体的实相 它是无常 苦跟不能够有你支配 还有呢 你假如能够做得到的话 也在培养你的舍心 就是当痛来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我在痛 接受这个痛的事实 你接受它,心就能够保持它平衡 心就不会升起排斥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脚一痛 我们很喜欢呢 就转变我们的知识 转变你的知识呢 刚才随意问 可以不可以常常转变知识 你可以,但是你学不到东西 你学不到这个忍耐 你学不到这个增长你的意志力 你学不到看到这个法的实相 你学不到啊 当痛来的时候 怎样保持平衡的心 所以我们学习了 除非它痛到激烈 已经超出我们的忍耐程度 之外 我们才改换 要不然呢,我们尽量的 不要改换一个平衡的心 就是接受它的心 当你的心能够去接受它 它就不排斥 它就能够 以这个舍心来看这个痛 所以我常常鼓励 我们坐禅 不要坐了一段时间就去休息 坐了一段时间去休息 这样你看不到实相 你也训练不到这个心 所以假如我们说 一个小时就坚持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坚持两个小时 这样我们才会训练到我们的心 那假如我们坐坐一下 我们记得累啊 我们就去躺一下 这样你也训不到东西了 没有训练到这个心 我们一直随着我们的习性 它叫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去这样做 所以磨练不到这个心 比如说我们经坐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坚持坚持 真的不能够才起来走 或是进行一个小时 坚持一个小时 或是两个小时坚持两个小时 不可以呢 我们才来做 这样顺练才可以顺练到我们的心 要不然我们每次就是随着我们的习性 我们是喜好去做我们的事情 假如随着我们的喜好去做我们的事情 顺练不到这个心的 他要睡觉你就给他睡 他要躺你就给他躺 这个不叫做顺练心 这个叫随着你的心意去做你的事 你喜欢做怎样的事情 这个习性烦恼之配 你做一个小时了 你就觉得哎呀我应该回去躺一下 你这个躺一下 你看不到这个苦了 你看不到这个无常 你顺练不到这个耐力 意志力顺练不到 舍心也顺练不到 明白吗 所以我们学习了 修成的确是很苦 但是假如你能够吃得起苦的话 你会得到很大的利益 很大的利益 你学法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 你的那个个性会慢慢改变 那个学得对 不是越学越倾向负面 假如越学越 全习共进 越学越能够 慈悲 越学越能够信念 越广大 越学越我慢 我之一直在减少的话 肯定我们学得对 好 越学越对感官的意乐 越卸足 肯定我们没有走错路 我们走在正道上 那假如我们越学越傲慢 越学越自大 越学越脾气越坏 那不对了 越学越 人家讲到一点点 我们就要生气 那 难了 学二十年三十年 还是那个老拜登 那个习性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学些什么 不是学随着我们的习性烦恼 很多时候我们来这边学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游戏 有时学学一下 我回去躺了 回去睡觉了 有时师父找到那个大便去 哇在里面躺在里面睡觉 起来起来 假如要睡觉回家睡觉比较好 你这么辛苦来到这边 你又跑去睡觉了 对吗 等下他讲 哎呦师父 我今天发冷了 OK一次发冷 两次也发冷 三次也发冷 每次修行都发冷 这样再教给发冷比较好 那有时候人是这样 我们很喜欢随着我们的习性烦恼 去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假如是这样的话 学习不到了 所以记得 精神不适合走路 走路你不用学的 小孩子也会走 你天天也在走 马路上一天走几回来 你上班下班一直在走 你边走边想边走边想 等下去Emborean 等下买这个 等下去哪里哪里 对吗 你不用学的 你天天已经在做了 但是精神就要学了 心跑掉拉回来 心跑掉拉回来 对吗 精神也是这样的 心跑掉拉回来 心跑掉拉回来 拉回到你的目标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接受祝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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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